陈家洛等几个弟兄在店房里边大家议论 对过那间房里边那位舔窗户的人是谁 徐天宏就说呀 这人肯定是个厨 刚出道 所以说他想偷看咱们 咱们先把他看着了 我估算着 说不定啊 跟咱们算是个同行 起码说他也算是黑道上的 也许是自个刚刚涉足其中 走到这儿手头紧了 想在这个店里边 看见德下手的时候 找哪位店客人抓到点什么 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 陈家洛就跟新燕说了 新燕 你过去瞧瞧 他要是手头不方便呢 干脆 咱就明出大迈的接起他点 啊 这不就接了吗 去吧 新燕一听 好 新燕应声站起走到那个店房的门口呢 就是对过那位舔窗户指的 他住的那个房间门外 这新燕呢 就在那高声就说了 天下万水 巨同源 红花绿叶 是一家 他说这么两句话 什么意思啊 这是红花会 招呼同道的讯号 江湖上各个帮会 互通生气 患难相助 他这是等于暗号一样 纵然不是红花会的会友 只要知道这个信号 回答一句 说小弟是某某某帮 某某某堕主的属下 有求红花会的大哥帮忙 那么呢 弄几两银子 接起接起 那是没问题的 新燕喊了两声 这房间里边 没人搭话 新燕接着就又喊了一遍 又喊了一遍 还是没人搭话 新燕心想 这看来这个呀 这什么都不是 嗯 肯来是单打独斗 小毛子 可能是这个样子 得 我要回去 跟我们少爷说下 这新燕 刚想转身 回到房间里边 向陈家洛 汇报情况 可是他刚一转身 就听这房门 吱压的一声响了 有一个身上 穿着黑衣服的人 走出来了 这个人头顶上 戴着一顶大眼帽子 把这个脸 大半边都给折着 新燕一看这个人 心中一愣 哎 他出来了 可能听见我喊了 要说什么 可是这个人 几步走出来之后 来到新燕的跟前 在他跟前这么一过 手里边拿着一个纸团 塞到新燕的手里头了 给你们十四爷 新燕当时就接住了 十四爷 正要问 您跟十四爷什么关系 还没等问出来这句话 那个人已经走出来了 那个人已经走出了店门 新燕紧跟着想再出来问 可是 那个人已经上马 鸡翅而去 新燕说 这人什么毛病啊 拿着纸团回来了 回来把这个纸团就交给了 于于同 十四爷 这人 叫我交给您的 于于同把这个纸团 接过来打开一看 上边写着十六个字 字不大 情深一针 喜在丑君 千山万水 苦随君行 一看这个笔质捐秀 他认的呀 这是李元旨写的字啊 哎呦 于于同心想 这个姑娘竟然一路跟过来了 他瞅着这个纸 皱着眉头 陈家乐在旁边瞧着他 陈家乐说 谁给你的条啊 这于于同把这个纸条就递给陈家乐了 你看 陈家乐接过来一瞧 哟 一瞧这是个女的 而且这个女的说得很明白啊 情真义切 岂在丑君呢 千山万水 苦随君行 这是跟着你来的 陈家乐一想 这是男女私情之事 但这几个弟兄弟面 他不好多问啊 把这个字条 就又还给了于于同 陈家乐没说话 这于于同的自个儿说了 哎呀 多祖啊 这个人啊 他跟我纠缠不清啊 现在呢 一定 他还要在前面等着 哎哟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再走了 我跟你们一起再走 他会跟着我纠缠一路的 我想从这个地方啊 我准蹭船 避开这个人 到同关那个地方啊 再和大家一起会骑 我躲他这一下 就可以把他甩掉了 你看怎么样 张静在旁边一听 什么事这么样啊 咱们这么多人在这 你干嘛怕他呀 他本事再好 他们逗他一逗 不信 斗不挂他 于于同说 不是怕 不是怕 我是不想见这个人 张静川 那么 你要不想见 我们就教训教训他 让他别跟着了 什么人 这么不舍好歹 于于同 心想 他不好说明白这个事 因为他瞅见 陈家乐 看完了条 也没言语 于于同呢 当时就说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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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个 有点不是好歹啊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教训 教训他啊 也没这么仇恨 就这么 就这个事情 陈家乐知道了 陈家乐知道 给他写条了 这个女的 但是 他可也没有想到 这就是 陆飞青的那徒弟 他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 陈家乐说 哎呀 十四弟 既然你自己说 愿意坐船 那也好 在船上呢 可以多睡睡 没有我们大伙 在你身旁搅和着 你自己可以好好地休息 没有骑马那么劳顿吧 秦燕 你跟着十四爷 你服侍着 新年一听 好嘞 十四爷 我跟着你 与与同一听 哎 我说新年啊 不用你 不用你呀 不用你跟随 这个 我上次已经完全好了 你以为我一个人 还照顾不了我一个人吗 哎 我既不老又不小的 干什么样 新年跟着我 我也不是总舵主 总舵主 你的跟前有很多事情 要让新年去做 不要再跟我 好吧 于与同说的是真话 陈家乐呢 听着也是这个理 所以就这样 这个新年呢 就没跟着他 于与同 自己一个人 在这个殿房 这个地方 跟这几个弟兄 就分了道了 说好了 到黄河边上 包一艘船 直接 这只船呢 就放到铜关 众位弟兄呢 在铜关 跟他见面 陈家乐 把于与同 一直送到了 河边 上了船 眼看着那个船 扬翻远去 几个弟兄 这才乘马又行 这张进呢 对这个于与同 吞吞吐吐吐的神器 而且瞅他这个样子 有点奇怪 这心里面就有点不高兴 撕完秀才 搞的什么鬼 诶 骆冰在旁边说了 哎呀 这十四弟呀 把这个脸烧坏之后啊 他那个心情 不痛快呀 做事啊 不免就有点怪异 咱们呢 就顺着他点性子得了 周琪说了 诶 那回咱们在文光镇上 听说他跟一个姑娘在一块 后来又不知怎么到了杭州了 张进出他鬼鬼祟祟 这个事啊 多半跟娘们有关 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怕人家找麻烦 哎 他还不定办出什么事来呢 文太来在旁边说了 师弟 你说的什么呀 别在这胡说 这些个弟兄们在这分分议论 与于同的 自己坐到了船上 孤舟而行 这心里边 反而倒觉得清静了很多 这船坐了几天 他一看 那李元旨不跟他来了 他估算着 李元旨不会想到 他改成了船了 这才放了心 这天 偏赶上遇上了顶峰 天色已黑了 离这个阵殿又远 水势湍急 这船 这船 还有不敢夜行 只好在荒野间 把这个船 就拨了岸了 于同 自己在船上 喝了几杯酒 倒在船舱里边就睡了 到了半夜 醒过来了 醒来之后 只见一轮明月 映在大河之上 着流滚滚而下 黄浪翻涌 气象雄伟呀 此时自己的异性呼起 抽出身上带的 这个金笛子 悠悠扬扬的 就吹起来了 他赶怀身世 满腔心事 都在这个笛子声中 发泄出来了 俗话讲 诗言之 其实这个音乐 更能表达一个人的感情 于同此时 吹的这个笛子的曲子 一时积乐 一时七处 他正在那 全神贯注的 在那吹噪呢 呼听见背后 有人高声 喝了一声彩 好笛子 吹得好 于于同微微的一惊 把这笛子烧起来 扭向回头一看 在月光下 就见有三个人 沿着河岸走过来了 三个人走近了 其中一个人就说了 我们摊杆路上 错过了电房 正自己在这烦恼了 听阁下这个碟子一吹 我们觉得很好啊 得给您喝声彩 啊 您别怪我们 于于同听他们说得很客气 赶忙就站起来了 哦 荒野之间 小弟胡乱的催纵啊 没有把您的耳朵给叫闹了吗 有如清听啊 那人一听 这人说话还有点闻走走的 像是个读书人 缓缓地走近了 他一瞧这个于于同 脸上戴着个面罩 于于同就说了 如蒙不弃 请下周来小拙一番足和呀 这个意思 咱到了船上 再喝点 那人一听 哦 这最好 这最好 三个人走到岸边 一纵深 轻飘飘地落到了船头 这三个人 有一个魁梧的大汉 身背后背着一件冰刃 这个冰刃看得是十分沉重 往船头一落的时候 感觉出沉泪了 于于同心里边想 呦 这三个人的武功可是不简单 不知这三个人是什么人物 自己可得小心点 现在自己是一个人 独行啊 都得处处加着防范 所以于于同呢 假装文弱胆怯 两只手紧紧地握着船边 哦哦哦 追追追追 就跟当仙的一个人 身材魁北 穿了一件 剪稠面的棉袍 好像是个香绳 第二个人呢 满腮的胡子 整张脸 看着黑乎乎的一团 第三个人 穿的是蒙古装束 有一件羊羔皮袍 翻出半截来 身形举止 显得彪悍非常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背着包裹 带着冰刃 于于同知道 这个金笛子 有点惹眼 所以在三个人上船之前 早把这笛子 就给收起来了 他马上 把这船家叫醒了 告诉船家 给烫酒 给做饭 再炒点菜 捆带来客 这船家一看 在深夜中 忽然来了生人了 觉得 这怎么回事啊 但这一路上 这于于同 给这个船家的钱 给的不少 而且很豪爽 船家知道 债卫是个大榜人 而且还有钱 既然是这个主顾 吩咐 那就照着办吧 这个时候 那个身材魁梧的人 就说了 深夜打扰 实在有些冒昧呀 于于同就说了 哦 四海之内 杰兄弟嘛 怎么还谈猫咪儿子呢 那个人一听于同说话 爱转文 就说了 请教阁下 尊姓大名 于于同说 小弟姓于 名通 那是金陵人士 名字嘛 虽然叫通 可是实在是不通之急呀 此番英局之夜 竟然名落孙山 回乡快对父老啊 说来 恨言无敌呀 这几句话 他说的意思呢 就说 我虽然 叫于通 但是我的运气不通 我这回刚考去了 竟然名落孙山 就是没考上 回乡快对家乡的父老 因此没有颜面再见大家 那人一听 哦 这原来是一位秀才相公啊 失敬了 失敬了 于于同接着要说了 哎呀 惭愧惭愧呀 小弟 相似不结 祸不担心 这下 不担回路 祖荣四孽 房屋故事 偏瓦无存 眼面也是大悔 能已见人啊 无可内活 只得 想到甘肃去投青 大尊 某一息兵 留作交际 嗨 死也 命也 生不复尘 福福 何言啊 这番话说完了之后 另外那两个人听的面面相关 不知所云 为什么呀 那两位呀 没听懂他说的什么 那么于于同刚才说的什么呢 这于于同说呀 说我呀 乡试 没考上 乡试就是省一级的考试 乡试没考上呢 祸不单行 设下辅遭回路 祝荣四孽 这回路是什么 这是他的家呀 遭了火灾了 这回路呢 是火神的名字 祝荣呢 也是火神的名字 后人呢 就把这个回路和火神 就当作 这是火 所以他一说 设下辅遭回路 祝荣四孽 就是大火 烧得很厉害 房屋呢 片瓦没存 我这个脸面 也给烧坏了 所以呢 难以见人 我套上这么个面罩 乌克奈何怎么办呢 只好想到甘肃去偷亲 打算谋一息西兵 逆谋一息西兵呢 西兵是什么 这个古人把西为上 西兵呢 就是西兵的嘉宾 就是幕僚 又可以说 给人家当一个家庭教师 就这个意思 僚坐 交际 交 交 就是跟凤凰相似的一株鸟 跟着凤凰飞 就是说 我借人家的劲儿 在人家家里边 暂存身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自己又楷态 师也命也 生不服食 符符合眼 说我这辈子运气不好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那两位 听他在这说了半天 根本没听懂 这位有点绅士模样的人呢 看来是读过点书 这个人就说了 相公 你也不必灰心哪 于于彤就说了 请教三位尊姓大名啊 那个人就说了 小弟姓唐 指着那个黑脸 一脸胡子 那位就说 这位姓顾 又指着穿着蒙古装束的人 指着他说 这位姓哈 是蒙古人 于于同 向他们做了个意 连说 久仰久仰 平岁相风 三僧有幸啊 这姓唐的 一看这位 酸气冲天 说话老是闻蹭蹭的 哎呀 肚子里边暗笑啊 于于同 听他们说话 像是有点撩东口音 惊想 这三个人 不知是敌是友啊 如果要是江湖好汉 倒可以结交一番 日后举世 也可以多助我们一臂之力 所以于于同就说了 三位 深夜赶路 这可是危险的紧 这姓唐的就说了 危险 会有什么危险呢 于于同在那摇头晃脑的就说了 道路不宁 环福遍地 显自身衣 显自身衣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 这道上不安全 道路不宁 环福遍地呢 环福 古代水泽 长芦苇的地方 那叫环福 古代的正国里边多强盗 这强盗们做完了案 就藏在环福水泽之中 正国人老到环福水泽之中 把这强盗给捉了 所以后来呢 就把这个强盗 称为环福 他说呀 这道上不安全 强盗特别多 危险哪 厉害呀 危险哪 厉害呀 就这个意思 那姓顾的一拉着姓唐的袖子 滴滴的声音问 我说 他说的什么呀 姓唐的说 他说道上盗贼很多 姓顾的跟那姓哈的一听 哦 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俩以为他是外国人呢 怎么他说的这话 我们听不懂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俩人这么一笑 把那于于同给笑愣了 我说道上盗贼了 你这话